国际卫生组织WHO正式把人工甜味剂阿斯巴田 Aspitam列为可能致癌物 以70公斤的成人换算 一天喝酒罐含有300毫克阿斯巴田的饮料 就超过规定摄取量恐怕会引发致癌风险 对此,营养师陈寒宇表示 阿斯巴田在各类食品中被广泛食用 不仅可能致癌,还潜藏着许多疾病风险 必须要多加留意 依据我国食安法 各类食品中可是实际需要适量食用 主要用于眉粉 果冻,饮料,口香糖,素溶咖啡,布丁和软饮料等 陈寒宇在脸书发文指出 阿斯巴田的甜度为这堂的200倍 在胃肠道中水解和100%吸收除了可能致癌外 还有一下疾病风险 直接影响学习力,记忆力 旺东旺西的金玉脑,由小朋友的家庭务必当心 与心血管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和荷尔蒙相关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 部分研究发现与第二型糖尿病有关 摄取量与乳腺癌及肥胖相关癌症的增加有关 9-10岁女孩月经出潮提前的风险较高 阿斯巴田的分解产物可以穿过胎盘 在动物中,产前接触人工甜味剂会导致成年后对甜食有更高的选择和口味偏好 不止影响行为,这些暴露还会产生代谢后果 小老鼠在子宫内和生命早期长期接触阿斯巴田也被证明与空腹血糖升高 以及晚年胰岛素敏感性降低有关 可能会影响对甜味的偏好 至于该如何避免阿斯巴田 呈寒语建议可以从减少摄取软饮料 也就是酒精含量低于0.5%的天然或人工调配的饮料开始做起 食药署则表示,目前食安法是何可使用 而且许多国际研究都证明需要更多证据去佐证阿斯巴田的致癌性 会持续关注相关报告 以及各国对阿斯巴田安全性的评估与管理动向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